一把好吉辣的诞生非常不容易 来着方方面面精以求精的工作 对设计苦实冥想 推敲 调整 再推敲 再调整 对木材我们要严格挑选 并且需要听它的声音 我们对待每一个部件都会精雕细作 木材是有生命的 也是有个性的 我们必须尊重它们 泰玛吉他的木材储存仓 存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直琴木材 北美阿拉斯加的西里卡云山 产至海拔1500米以上的原始生物 这种木材是极佳的吉他面板材料 也是目前全球吉他界通用的一种面板木材 黑毯作为高端吉他上使用的纸板 琴码材料 非洲桃花芯常用在极大的琴锯和背色板上 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材料 印度玫瑰木是制作极大背色板和纸板琴码的常用木材 目前是世界上通用的制琴材料 马达加之家玫瑰木是泰玛手工吉他经常使用的木材 在储存仓库每天会对存放环境的温度湿度进行监控与调控 保证良好的通风性与干燥度 这些木材的原木会在自然环境中存放35年左右 有的甚至到10年20年 再来到泰玛吉他的木材昌语 而我们费在这里再存放3年以上才开始使用它 只有经过层层金心育育 他们才能成为最好的制琴木材 完成自己的使命 吉他的制造需要很多部件和组装工序 每一个部件都要精胶细琢 每一道工序都要精准完成 好的音量设计是吉他发声的关键 纸板一定要精密计算出每个音的位置 才能做出高品质的吉他纸板 一块好的面板是一把好吉他的开始 NC加工技术优化了传统制琴的方式 让工艺更精密 木工组合工艺是整个制琴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核档工艺就是将已经贴好音量的面板 和背测板组合成琴箱 每个结合点误差都超过0.1毫米 包边这道工艺 给吉他勾画出最美的弧线 需要耐心 耐心 耐心 再耐心 铁铛工艺 就是将已经分别成型的琴琴和琴劲 组合在一起 泰马吉他采用的是传统的燕尾潮 节银方式 这是吉他制作非常关键的一道工艺 手工销琴琴工艺 我们的自行师傅 通过与演奏家和乐手们的沟通 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手感 再细致调节每一把吉他琴琴的手感 研磨工艺 这是极其耐心与细心的工艺 抹去毛边 细发木材毛骨 为绚丽的油漆涂装打下技术 一些复杂高难度的喷漆效果 需要通过自行师亲自手工来操作 他们就像是发家 为吉他均匀涂上漂亮的色彩 喷漆完成后的吉他 需要晾晒12小时 在这里吉他就像是翩翩起舞的音符 清色而美丽 品丝的装地是吉他保证音准的关键 纸板上的品丝需要手工细致的倒角注意 小心小心 精益求精 只为了保证每一把吉他手感的顺满 舒服 在装配这里 你将看到泰马吉他完整的呈现 贴千码工艺 这个时候精确的定位是非常重要 否则八度音将有所偏差 安装上下琴枕 精确合理的高度 给吉他最好的手感与音色 泰马每一把吉他都配有世界上优质的琴弦 有着极佳的音色云奈模型 泰马吉他制作到了最后的品货环节 也是吉他制作收尾的工作 每一把吉他在完成装拳后 则会由调医师全方力去弹试一遍 按照严苛的调清标准 调试好每一把吉他的选拳可以手感 外观检查 我们要把琴声360度全方位的检查 微小到头发湿般的发伤都不允许存在 我们要擦掉每一颗飞尘 从这里开始它真正的音乐旅程 每一把泰马吉他都轻重了我们团队的心血 我们会坚持下去 做更好的工作 先诱过来 吉他 二十字幕 每五十字幕 五十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